不同于近几年在甘娜收到的冷遇,到了奥斯卡,Netflix用作品让评委折服,却空手而归,加州洛杉矶时间的2月9日晚,北京时间2月10日早7点,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如期举办。 过奖名单见闻末在此之前,1月13日,提名名单公布的时候,Netflix以24项提名,成为这届奥斯卡提名数最多纸片方。 迪斯尼23项和索尼20项紧随其后,而老台制片厂环球影店和华来兄弟分别以13项了和10项提名,华落的第二梯队。 一家制片方拿下24项提名,不仅刷新了Netflix的历史,同时也刷新了奥斯卡奖的历史。 结果不尽如人意,这场全球电影行业最关注的晚会,始终不是Netflix的秀场。 最大的赢家依然创造了历史,韩国电影《寄生虫》,它是首部入围奥斯卡提名的韩国电影,却一举斩获了最佳影片,最佳导演,最佳国际影片,以及最佳原创剧本。 这四项重量级大奖,并成为历史上第一部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对白电影。 至于Netflix,在满心欢喜,不计成本地为爱尔兰人的种子积入为影片宣传造势之后,只默默拿走了最佳女配学奖劳拉德恩,婚姻故事,和最佳纪录片《美国公套》两个奖项。 最大赢家寄生虫,视觉中国Netflix是与最马达了十个提名的爱尔兰人,颗粒无收。 此前,Netflix动用了它擅长的宣传方式,在网络上有各种方法,比如上线特效制作的视频,制作关于爱尔兰人。 这部电影幕后故事的播客,在Netflix的YouTube频道上,发布了二十多个关于爱尔兰人演员访谈和专题报道的视频。 另一方面,公关日作,广告营销,写卖资源,一左右奖项,在影,视觉并不少见。 据华二线日报报道,业内人士估计,在颁掌季期间,Netflix共计花费超过一亿美元,用于爱尔兰人和婚姻故事的宣传,以及对奥斯卡奖投票成员的游说。 Netflix甚至还专门挑选了奥斯卡评委剧集的各大城市,进行约线典映。 这并不是令人不齿的手段,正相反,这更像是Netflix在迎合好莱坞和学院的规则。 由好莱坞资深老牌导演联合几位影帝,结合最顶尖的特效技术,制作出了爱尔兰人,这部超过三个小时的时代黑帮篇。 没有快节奏的大场面,没有快切合故学的镜头技巧,没有跌当起伏的剧情,爱尔兰人靠着一股传统气质,被受孽界认可。 Netflix似乎是想用爱尔兰人,给自己在电影行业完成一次证明。 在上个月第25届评论家选择奖,只拿到最佳群戏的爱尔兰人剧组。 视觉中国人儿,爱尔兰人普京盖地式的宣传,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好成绩,被其名最佳改编剧本。 最佳男主角,最佳男配角的教宗的成绩,同样也颗粒无收。 去年年末的金球奖电影类奖,也上映了同样的故事。 作为获得提名最多17项的制片厂,Netflix最终只凭借婚姻故事,收获了电影类最佳女配角。 很难说是因为影片质量不够好,还是奥斯卡对Netflix这个平台有意见。 Netflix对电影行业的影响越来越大,新一代影员,或是马丁斯科赛斯,阿芳索卡龙,诺亚鲍姆巴格等业界机身导演,他们都在接纳或拥抱流媒体平台。 这种接纳可能是欢迎,也可能是迫不得已。 但毫无疑问的是,Netflix在即在改变着电影行业,又在银河,同时挑战着这个行业的规则。 银河与挑战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规定。 所有报名角逐奥斯卡奖的影片,必须在一家商业影院连续放映至少七天,每天至少放映三次,且必须有一次安排在晚上六点至十点。 于是,2018年的罗马,与2019年的爱尔兰人,Netflix选择在电影节首映后,再到指定院线小规模放映,今四周后上线Netflix这一策略。 换言之,Netflix极大的压缩了院线窗口期,院线窗口期,及一部电影的院线登录后,只能在电影院看到的时间。 上映后,超乎预期的电影往往会选择在增加排片的同时延长窗口期,而不如预期的电影则会考虑缩短窗口期,开始发行DVD, 刹现视频网站或付费频道了已回收成本。 窗口期左右这电影能否做到最大化盈利,因此,它曾被称作为行业生命线,而有媒体的出现,打破了这一电影行业,诞生近百年来的规则。 早在2011年,扎阿姆斯·卡梅隆,毕德·杰克逊·麦克尔贝等32名好莱坞著名电影从业者发表公开信, 抗议好莱坞大公司在电影上映两个月后,就提供电影点拨服务, 他们要求约线窗口期,至少保留4到5个月。 卡梅隆在信中写道,电影院看电影的体验是我们整个行业的源泉,其他平台观影,只是这个源泉的支流。 到了2019年,Netflix把窗口期压到了4个星期,28天,且是有选择性的小范围放映,不为别的,只为参讲,他们做到了。 对于好莱坞来说,Netflix这类流媒体公司所能提供的资本,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传统制片厂可以提供的资源,Netflix可以提供的更多,而传统制片厂难以支撑的投资,Netflix可以轻而易举的直接接收。 爱尔兰人,即是最好的一例。 在看到投资看不到尽头后,卡拉芒影业放弃发行权,Netfly X以1.05亿买来了影片发行权后, 在投资1.25亿余赛,成为爱尔兰人,最大制片商以及发行方。 后续又提供千万美元,用于制作影片延伸内容和宣传。 影片创作时,Netflix从未干预马丁斯科再次的拍摄,影片上映后,Netflix也丝毫不在意爱尔兰人的票房表现。 截止至今的爱尔兰人影片信息,网页截图Netflix自己完整闭环的商业模式,让他无需看好莱坞制片厂的脸色,而让观众和专业评审都认可的作品,则是他直接面对好莱坞的底气。 但到了电影类的颁奖机上,Netflix乃至整个流媒体行业,依旧缺少话语权。 比起半情半语的奥斯卡,更讲究要手续和维护电影艺术的嘎纳,让Netflix吃进了闭门宫。 2017年影片现场遭到媒体抵制。 2018年嘎纳主委会新增院线放映规定,Netflix宣不撤回影片,退出参展。 2019年,制作了72部原创电影的Netflix直接掠过了嘎纳,去奥斯卡上拿到24项提名。 如果说近三年来嘎纳和Netflix的冲突,是传统电影制片一场,和发行商在近几年和Netflix冲突的缩影。 大片与电影,越线与在线,制片场与流媒体,夹在中间的马丁斯科赛斯,就像是电影行业变革中的一个缩影。 那么现如今,在奥斯卡拿下24项提名,确实斩获两个奖项的Netflix,或许是传统电影行业,对流媒体行业表面接纳,内心抗拒的缩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